梦想剧场 是谁2024了还在锦衣之下啊是我啊 锦衣之下选角非常成功 刚柔并济的陆大人眼睛都是细 勇敢坚强的惊吓 两位演员的幅画也很精致 配音我觉得很加分 整体感觉就是这两位演员很自然 很完美地体现了小说的人物 配角的表演也很出彩 非常值得再二刷 两位演员二大把 人家伦和谭颂运合作一定是校园剧天花板 超级爱谭颂运怎么会那么可爱的女孩子 锦衣之下人家伦的古装真的绝了 谭颂运演技炸裂 他俩就是平行世界的耿耿于怀啊 我高中怎么没谈个恋爱呢 人家伦谭颂运古装剧锦衣之下太好看了姐妹们 我最近迷上了人家伦谭颂运主演的古装剧锦衣之下 简直停不下来啊 这部剧真的超级精彩 不仅有刺激的剧情 还有甜蜜的爱情线 简直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剧 说实话 我一开始看这部剧只是因为人家伦和谭颂运的颜值 没想到剧情和演技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剧中的人家伦饰演的冷面大人 英俊帅气 极致聪明 每次都能带给我惊喜 而谭颂运饰演的小骨快 不仅活泼可爱 还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 真的让人喜爱得紧 这部剧的剧情极其扣人心弦 每一集都让我屏住呼吸 里面的打斗场面简直太刺激了 每一场战斗都让我紧张地坐不住 而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线更是让我心动不已 他们之间的甜蜜互动更让我期待住下一集 除了剧情和演技 这部剧的服装道具也是一大亮点 每一套古装都美得让我目不转睛 简直就像是走进了古代的世界 而剧中的配乐更是让人沉浸其中 每一首音乐都能完美地配合剧情 让人感受到古代的氛围 只合作一部足以封神的CP 除了他俩还有谁 陆大人和今夏这样的组合堪称完美啊 这CP感太强烈了 陆大人每套衣服都做工精良 穿上之后很有贵公子气质 今夏作为女主性格 从不脱腻带水 办事能力满分 凡事都能靠自己出色 这样完美的CP 除了他俩还能有谁呢 这部剧是我特别喜欢的古装剧之一 整个剧情是有推动性的 一环扣一环 引人入胜 男女主的性格我也很喜欢 两人都是那种失业型 不仅仅止于儿女情长 更有家国天下的情怀 很喜欢的情节就是 天真可爱的陆八岁出场的时候 他打雷 逗谢霄 真的很好笑 总的来说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古装剧 更是一部充满了悬疑 刺激和甜蜜的热血剧 每一集都让我欲罢不能 简直是我追剧的最爱 姐妹们 如果你还没看过锦衣之下 赶紧来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